同学们大家好 我们继续我们第三阶段初级实验的学习 在上一课呢 也是我们的第六课 给大家讲了我们这个按键实验 通过我们这个按键实验呢 希望大家能够掌握我们这个 如何对IO进行输入的一个配置 以及如何我们检测我们的输入信号 并且呢 我们如何是来使用中段 好 今天呢 我们继续我们第七课的学习 第七课呢 将给大家讲第一个通信实验 也就是我们学习串口的编程 首先呢 第七个分成两个小节 第一个小节呢 想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串口的理论基础 然后呢 第二个小节就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这个串口收发代码的实现的一个分析和演示 好 我们直接开始我们第一个小节的讲解 在第一个小节呢 主要分成这五个知识点 首先想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实验的需求分析 也就是我们的实验目的 好 我们的实验目的呢 主要分为以下五个小点 首先想希望大家能够了解我们这个串口的概念 以及功能和用途 然后呢 希望大家能够了解我们这个USB转串口芯片 CH340G 以及串口的电瓶转换芯片 SP232 它这个芯片的一些特性和功能 能够看动我们这个串口的电源里图 然后呢 希望大家能够了解我们STM32F407里面串口控制器 就是我们的同步一步的这个串 串行收发器的一些控制器的一些特性 然后呢 我们要学会使用我们这个SIMSIS酷含数里面 对这个串口控制的一些编程的一些方法 以及酷含数的一些使用 我们要能够独立的实现我们这个串口收发功能的代码 最后呢 要学会利用我们这个开发板 下载和调试 以上我们这个实现的这些代码 好 下面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的第二个知识点 也就是我们这个嵌入式开发臂智慧之舞 了解串口 为什么这里面要把串口特别提出来 做一个嵌入式开发臂智慧的课程来讲呢 因为在我们的嵌入式应用中 这个串口是应用的是非常非常的广泛的 不管是对我们使用串口来进行程序的调试 或者是使用串口连接我们的一些模块 以及我们在我们的这些嵌入式的工业应用中的一些 RS485和RS42的应用呢 这个是非常非常的一个广泛的 好 首先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串口的概念 那么什么是串口呢 其实这个串口是一个比较广义的一个定义 所谓的串口呢 其实就是相对于我们这个并口来讲 串口串情接口呢 就是指我们这个数据啊 它是一位一位的按顺序进行传输的 这个特点呢 就是这个通信线路很简单 只需要一对传输收发的收和发两根线 就可以实现我们的一个双向通信 从而可以大大降低我们的一个成本 其中我们这个串口呢 其中我们这个串口呢 在我们的这个实际的应用中呢 又分为一个RS RS232 这个呢 是在我们这个个人的计算机里面 个人的PC里面应用的是最多的 在我们的台式机里面呢 一般都会有一个或者两个RS22的一个接口 可以直接连接我们通通我们的串口线 连接到我们的设备 然后呢 在工业中应用的呢 就是RS485 以及我们的RS422 这个传输呢 也是 也是通过一个串型传输实现的一个接口 它的特点呢 就是传输的距离可以比较长 这个呢 RS422和RS485呢 希望大家下来呢 能够百度一下 好好看一下这个 42和485跟这个RS22 有多少区别 它们的功能和特点 以及应用上有哪些区别 好 讲了我们这个串口的这个概念呢 有几个和串口相关的名词呢 这里面要特别提出来 跟大家讲一下 首先就是我们这个USART 所谓的USART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一个 这个U就是我们通用的 S就是我们的同步 A是异步 也就是通用同步异步 R就是收 T就是发射 也就是我们的通用 同步异步收发控制器 好 其实这个呢 USART呢 就在我们的这个 大家看一下 在我们这个数据手册里面 我们的第三十节 上上节课呢 让大家去预习的第三十节 就是讲了我们这个USART的 这个控制器的这么一个接口 实际上呢 实际上呢 我们这个控制器呢 它可以作为一个同步的一个串行接口来使用 也可以做成一个异步的串行接口来使用 那么讲到异步的串行接口呢 这里面再给大家讲一个名词 也是我们的UART 我们的UART 实际上它就是我们的 因为跟这个USART呢 它少了一个S 也就是少了个同步 也就是它我们 它就所指的是一个通用的异步收发器 那么我们的这个 平常我们跟这个PCG相连 我们跟这个 要把我们的嵌入设备跟PCG相连呢 实际上我们使用了RS232这个接口呢 就是一个异步的 通用的异步的 这个串行接口 通用的异步的串行接口 那么什么是通用同步的一个串行接口呢 这里面呢 给大家提一下 就是我们的SPI接口 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通用的 同步的那个收发 串行收发接口 好 然后就是这个RS232 其实所谓的RS232呢 就是我们这个个人计算机上 常用的一个通信接口之一 这个接口呢 它是由这个电子工业协会来定义的 一个标准接口 它的一些定义呢 它是有9个引脚 或者是25引脚 但是我们最常用的 其实就是这三个引脚 一个是RX 就是收 还有一个TX就是发 还有一个D 一般呢 我们把这三个引脚 跟我们的嵌入式设备连接以后呢 就可以实现这个简单的一个收发 然后其他的一些引脚呢 是一些控制脚 这里面呢 如果大家下有兴趣呢 可以在具体的查看一下 我们这个RS232的这个接口的一个定义 好 然后这再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串口的功能和用途哈 这个 比如在工业上面啊 这个串口呢 主要主要是用来做一些通信 但是这个通信的数据的传输的速率呢 是有限度的这个 因为串口的这个速度啊 就是最多能达到几百k 不会很快 但是呢 这个串口的传输的稳定性呢 相对要比较高一些 因此在工业上呢 就得到比较广泛的应用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RS42接口 和RS485接口 在一些工业的一些通信里面呢 一些简单的数据 简易数据的通信里面呢 用的是非常广泛的 然后我们这个 在我们的嵌入式设备里面呢 我们一些模块和我们的CPU的连接 也是通过我们这个串口串行接口来连接的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GPS 如果大家以后有机会 能够去用到这个GPS模块的话 大家可以发现它的接口呢 其实大多数大多都是这个 UART这个同一步 通用的一步串行接口 来和我们的CPU进行连接的 另外一种比较典型的一个模块的应用呢 就是我们的GPS 大家知道如果我用过我们的GPS模块的话 就知道我们GPS和我们的CPU之间 是通过我们的AT指令 来进行一个数据的一个控制和交互的 那么这个AT指令呢 实际上也是通过我们这个 UART这个串行的一步接口 来和我们的CPU进行一个通信的 接着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串口中 两种不同的一个典型的电频信号 首先就是这个TTL电频 所谓的TTL电频呢 就是指的是我们叫做晶体管 晶体管逻辑电频 那么这个电频的特点呢 就是大于2.4V的时候 比如说大于通常情况下是大于2.4V的时候 我们认为是一个高电频 那么小于0.4V的时候呢 我们认为是一个低电频 因此呢基于这个电频这个特点呢 这个电频在我们这个CPU的接口里面呢 经常就被用的 因为我们这个CPU一般就是0V到3.3V 它的这个接口上的一个电频 那么正好符合我们这个TTL电频的这么一个范围 因此呢 在我们这个CPU引出了我们这个串 串行总线里面的 串行接口里面的我们的收发接口呢 它通常就是采用这个TTL电频 那么什么是Rs232电频呢 所谓的Rs232电频呢 就是我们这个Rs23这个接口所定义的一个电频 它这个范围呢 就完全就不一样了 它的定义的-3V到-15V 是逻辑的一个高电频 那么它的低电频呢 是正3V到正的15V 作为一个逻辑的一个低电频 因此呢 这个大家就要特别小心 在讲到我们这些 比如说大家出去 如果要出去做项目的话 大家听到我们这个要使用这个Rs Rs232接口的话 那么就要注意了 那么就需要我们这个CPU啊 要加一个转换的一个电频的一个转换模块 来实现我们这个TTL电频呢 到Rs232电频的转换 因为我们这个CPU出来的这个串行接口呢 它是不直接支持我们这个Rs23电频的 那么在我们这个开发板里面呢 我们是去用的这个芯片 SP232 对这个接口呢 接口电频进行一个转换的 这个呢 一会儿在下一个小节 会给大家进行一个更加详细的讲解 然后呢 将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嵌入式开发里面 其他一些常用的接口 其实我们这个接口呢 是非常非常多的 比如说我们用的比较多的iPhone C接口 然后SPI接口 然后呢 还有这个看总线接口 还有刚才讲过的Rs485 以及Rs232 还有Rs42 这些呢 都是在我们这个嵌入式开发里面呢 用的很频繁的一些接口 希望下来大家呢 能够更好地了解一下 在我们这个后续的实验课程中呢 会给大家讲解我们的iPhone C 和这个SPI这个接口 看总线接口也很重要 希望大家下来能够自行通过实验 把这个接口呢 做一下我们开发板是支持这个看总线接口的 好 这个客户小作业呢 有两个啊 希望首先希望大家能够 摆渡一下我们这个Rs22和这个Rs85 串口的一些特点和功能 比较我们这个和这个Rs22这个串口啊 它的特点和用途有什么不同 然后第二个呢 请大家下来摆渡下 并且呢 了解一下我们这个串口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原理 好 下面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串口的 这个电路图的一个分析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我们这个 这个开发板的这个电路图 好 串口呢 实际上我们看一下 我们放到这各种转换接口电路 这个图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 我们这个CPU的串口呢 实际上支持了好几个串口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分别 这个串口 它是如何来接的 首先呢 我们这个U2串口啊 它写的是U2 Rs22TX收发 它是直接接到了一个串口的一个母头上 然后呢 通过 大家看这个U2 这个U2TX和U2RX呢 这个是CPU这个接口引出来的 这个CPU接口引出来呢 通过我们这个SP22 这个芯片的一个转换 转换成了这个Rs232这个电频 这个是一个TTL的电频 然后呢通过我们这个COM2引出来了 然后呢还有这个U3 就是UART3 这个接口呢 也是通过了这个芯片 做了一个电频转换 然后 在我们的这个COM3这个接口上引出来了 并且呢都是母头 因此这两个接口呢 可以直接通过我们一个公转母的一个串口线 直接连接到我们这个PCG的这个Rs22接口上面 然后和PCG呢直接进行一个通信 但是有一点呢 大家要注意一下 在我们的这个笔记本电脑上呢 这个串口啊 因为串口到这个占用的体积比较大 因此这个笔记本上一般是没有这个Rs23接口的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 如果要使用这个串口怎么办呢 一种一个办法就是我们在市场上去买那个 Rs23转这个USB接口的这么一个转换器 通过这个转换器呢 把一端连接到我们这个串口线上 另外一端呢 它转换以后呢通过USB线连接到我们这个笔记本上 就可以实现这个USB转串口的一个转换 好在我们这个开发板上呢 实际上我们已经把这个模块集成到我们这个开发板上了 我们大家来看一下 也就是我们这个CG340G这个模块 这个模块呢 它的功能呢 就是把我们这个串口的这个接口转换成一个USB的接口 然后呢通过我们这个USB线呢 我们直接通过我们USB线连接到我们的PCG上 就在安装我们这个芯片这么提供的一个驱动啊 它就可以直接转换成把USB接口转换成一个串口 也就是我们通过USB线接口的连接呢 可以实现我们直接对我们这个串口的这个一个操作 大家看一下这个串口串口几啊 大家看一下 叫TXD和RXD 好我们来找一下我们这个TXD以及RXD 它这个它是从哪个这个信号从哪来的 TXD 我们搜索以后呢 我们发现在我们这个TXD和RXD呢 是连接到这么一个跳线的一个转接柱上的 然后我们再找一下我们这个USRT1-TXD 我们是连接到哪个位置的 好我们搜索以后呢 我们发现我们这个USRT1-TX呢 实际上就是连到我们这个CPU上的 我们的PA9和PA10 它RX呢是连接到AP10 这两个接口上的 并且呢 我们看一下它是使用了我们这个PA9和PA10 它的第二功能 U1-TX和U2-TX 因此我们如果要使用我们这个串口呢 实际上就是对我们这两个端口 PA9和PA10 要对它们的第二功能进行一个编程 把它配置成我们这个U1-TX和U1-RX 然后再对它进行初始化 以及我们这个收发进行一个操作 好接下来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这个SP232这个芯片 好我们打开我们的这个芯片资料 然后打开我们这个SP3232这个资料 好这个资料呢 我们来看一下实际上它这个芯片呢 它就是一个3V到5.5V的一个RX232的一个转换器 然后这是它的转换器的一些特性 这个呢下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这边呢就一条条给大家念了啊 大家这个英文呢应该都没有问题都看得懂 然后呢这是对这个芯片的一个描述 实际上呢它就是一个RX232的转换的提供了一个RX232转换的一个接口的一个方案 然后呢比较可以用于一些比如说笔记本电脑啊 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设备 好然后这个芯片呢大家要注意一下 因为这个芯片我们主要需要了解一些什么呢 如果我们就是要做这个芯片的原理图的话 我们就要把它的一个输入的一个电瓶的特性 要去了解一下 我们然后需要了解一下它的一个典型的一个接法 然后呢我们我们可以看一下 实际上这个芯片呢是不需要进行编程的 这有它的一个典型的接法 不需要进行编程的 因此呢只要我们对它这个商店 并且呢它的外设外围的一些电容啊 还有它的一些电阻啊 如果接法是没有问题的话 那么这个芯片就可以正常工作 好这个芯片呢希望大家下来的自己再来看一下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c340这个芯片 好这个芯片呢 大家看一下它其实就是一个USB转串口的一个芯片 然后是一个USB总线的转接芯片 实现一个USB线的转换号 这就更简单都是中文 大家看应该更没有问题 然后呢大家把这个特点呢 大家下来把这个特点好好来看一下 然后如果大家需要做原理图的话 做这个做系统级设计要做原理图的话呢 也可以把这个芯片的一些典型的一个接法 看一下这有一个它典型的应用 好把这个输入范围VCC的输入范围看一下 然后其他的 因为这个芯片呢也不需要编程 因此对我们这个做切入数软件设计来说呢 要了解的地方不是特别多 大家只要看一下它的特性 就可以了 好 下面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STM3RF407里面 穿口控制器的一些特性 好这些特性呢 就也就是在我们这个编程手册里面 都讲到了 然后这个30章第30章的内容 这个内容呢在上一个小课呢 让大家进行了一个预习 然后下面呢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是讲了我们这个USRT的一个介绍 大家注意这个USRT呢实际上就是一个通用的 同步异步收发器 这个大家要搞清楚啊 首先是它的一个介绍 这个介绍呢 大家下来自己把这个看一下 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个USRT的一个 大家看到这个标签啊 就是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些特性 比如说第一个就是支持全送工 并且呢支持一个一步传输 好这个这些内容呢 也是希望大家下来能够看一下 如果比如说有看不懂的地方呢 大家可以首先去摆读一下 如果摆读了以后还是不是很理解呢 大家下来可以来问老师 或者是同学之间呢 可以相互交流 好比如说这还提供了一个 一个消炎位 消炎的一个控制 比如传输的一个消炎位 好这些都有 还有一些 四个错误检测的一个标记 好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它的一个功能的一个描述 在这个功能描述里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就主要讲了我们这个 USRT呢 它所能提供的一些功能 比如说 发射发发送器 transmitter 还有接收器的一些描述 好这个呢下来 大家主要是要把它这个了解一下 并且呢有一个波特律的一个发射器 好这个波特律的发射器呢 大家 可以看一下 因为在我们这个后续的编程里面呢 我们 对我们这个串口要进行编程呢 我们就要指定它的一个波特律 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个接收的一个时钟的 接收的一个clock的的一个描述 好这些剩下内容呢 这一个大家下来自己 来看一下我们这边 主要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这个USRT的一个interrupts 它的一个中断 为什么要把这个中断拿出来讲呢 因为在我们对搜数据啊这个功能进行编程的时候呢 我们就用到了中断 我们用到这个USRT的一个中断 然后首先这个表呢 就是一个USRT的中断的一个请求表 这里面对有对这个请求的一个具体的描述 然后这是它的一个标志位 然后这是它这个是要使能的一些控制位 然后我们来一起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其实我们用到的比较 我们在接收数据的时候呢 用的比较多的就是用的这个RXNE这个中断 大家看这有描述啊 这个中断呢实际上就是一个收数据准备好去读取 这个收到的数据这么一个中断 也就是我们如果检测我们产生到了这个中断以后呢 那么我们就可以去对就是表明我们接收到了数据 就可以对数据呢去进行一个读取 这是一个溢出错误溢出监测的一个中断 如果监测到我们这个数据溢出了 就是超出我们这个缓存区了 那么就会产生这么一个错误 这还有其他的一些错误的一些中断 比如笑颜错啊这些的 然后这个大家上来看一下 然后这是它的一个中断的一个音色音色关系表 就是我们实际上这个我们这些中断呢 最后都是音色到我们这个USRT的这个中断上面 因此呢 大家一会儿我们在下一个小节给大家讲这个编程的时候呢 会把这个USRT的这个中断拿出来特别给大家讲一下 然后这是它的一些模式的一些配置 然后呢就是这个USRT的一些寄存器 这个寄存器呢 大家呢可以先我们可以把这个寄存器的有哪些寄存器 然后这些寄存器的功能呢 有哪些功能可以看一下 然后每一位它代表的一个什么意思呢 也可以来看一下 然后呢 这个这个这个内容呢 因为我们后续的编程的主要是用我们这个CMSIS这个 它提供的一些酷函数来进行编程 所以说我们这里面编程主要的一个要求呢 就要求大家能够去了解 这个CMSIS酷这个酷函数的 它我们如何来使用这个酷函数 并且呢 它这个酷函数的函数的调用的时序 以及这个传输的参数该怎么去写 对于这个寄存器呢 大家就是在编程的时候啊 如果就是如果我们发现我们酷函数用到了某个寄存器 我们对这个不是很理解的话 我们就可以回过头来看一下这个寄存器的 这个功能以及它们这个内部位的一些定义 并且在酷函数里面呢 还有一些红定义 它们是直接去操作了这些寄存器的 因此呢 我们也可以在我们具体编程和调试的时候呢 再反过头来 我们再来看我们这个寄存器的一些一些描述 我们这个控制器的特性呢 就先讲到这儿 下面给大家讲我们这个如何 在我们这个STM32F407里面呢 我们如何使用我们这个串口控制器 实际上呢 我们要使用我们这个控制器呢 首先第一步 我们刚才给大家讲这个原理图的时候 我们看了我们要对这个串口进行 这个编程 首先呢 就是要对这个IO进行一个编程 因为我们实际上是用IO 是用了我们这个IO的第二功能来 作为我们这个串口来使用的 所以说呢 我们这个第一步啊 就是初始化我们的IO 初始化IO 并且要把它这个IO呢 要配置它的第二功能 配置成我们这个串口1的这个功能 然后第二步呢 就是初始化我们的控制器 初始化控制器 在这个初始化控制器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要配置的具体的 我们要用哪个UART 我们里面 刚才给大家看了我们这个原理图 实际上我们有三个串口 那我们要就是要初始化 要指定我们用哪一个串口 并且要对这个串口进行一个具体的 更加具体的一个配置 也就是我们要配置我们串口的一个波特律 我们把它叫做 Bounder Bounderate Bounderate的波特律 然后我们要配置它的一些停止位 Stop beat 还有它的一些流控制 Stop beat 还有它的一些流控制 然后以及呢 它的一个效应位 是使用7效应 5效应 还是5效应 然后呢我们还需要配什么呢 我们还需要初始化我们的 这个串口的这个中断 初始化串口中断 为什么要初始化串口中断呢 因为刚才给大家讲这个 这个串口控制器的特性啊 给大家讲到我们这个串口的这个中断 因为我们要使用串口的这个接收功能 那么如果我们采用轮选的方式 这个效率显然是非常低的 我们不停的去查询 是否收到的数据 这个效率是很低的 因此呢我们肯定是要用串口中断的方式 来实现我们这个对这个收数据的一个处理 然后呢它主要的一个方 使用的它的一个方式呢 大概就是分成这个三个步骤 然后在我们这个初始化完成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对这个串口的发送 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编程 使用它这个控制器的发送功能 对数据进行一个发送 然后呢通过这个串口的中断呢 对数据进行一个接收 好我们今天这个课小课的内容呢 就讲到这儿 希望下来呢大家能够把我们有三个资料啊 需要大家课后呢来了解一下 首先呢希望大家能够了解一下我们这个 SP3232的刚才这个芯片资料 大家呢不需要完全去看啊 大家主要是看它的特性和它的功能 以及这个芯片CH340G 也需要看它的特性和它的功能 然后呢大家下来呢 能够把这个串口控制器的这个特性呢 把这个章节的它的一些功能和特性呢 也要需要把它了解一下 并且对这个寄存器部分呢 需要去数一下 大概去看一下我们这个有哪些寄存器 它分别实现了这些寄存器的分别实现了哪些功能 好 最后呢希望大家下来能够去使用下我们的这么一个工具啊 就是我们的串口助手 把这个串口助手呢可以打开 我们可以了解一下这个串口助手大概是如何去使用 然后呢在我们的这个下一节课 我们讲这个串口收发代码的实验和分析集演示的时候呢 我们要通过串口助手 给大家演示我们这个串口的数据的发送和接收 最后呢希望大家对以下几个串口 就是我们这个串口编程的几个概念呢 希望大家下来摆渡一下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波特律 波特律的这么一个概念 波特律 然后呢就是我们的一个 在我们的串口编程里面有一个概念叫消炎位 消炎位的一个概念 并且它是通过一个机偶消炎来实现的 还有就是我们的流控制 流控制 以及呢最后希望大家去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停止位 好就是这四个概念停止位 希望大家摆录一下 看一下我们这个这四个和我们这个串口编程相关的概念 因为在下一个小节呢 也就是我们编程的时候就要对这四个控制 它的一个控制位进行一个编程 好 我们今天这个课程呢 就先讲到这 谢谢大家